俄国史第七章 1855到1917年间的宗教和文化 非东正教及其他传统东正教的挑战 政府对待人民当中占三分之一的非东正教的态度 是与其保护国家安全的目标一致的 但在所采取的方法手段上 却摇摆不定 有时政府认为压制非东正教教徒会引起不满 不利于生产 还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波别多诺斯采夫 担任神圣宗教会议监管人期间 国家却加强了约束 强化了对于非东正教教徒的歧视的政策 对于路德教派 天主教派 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歧视 常常只是更加强大的俄罗斯化政策的一部分而已 与波别多诺斯采夫任职期间的政策如出一辙 1883年法律承认分裂教派 也就是旧派信徒和宗派教徒 有权在其隐修室或私宅里修习信仰 但却不像对东正教那样禁止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公众演讲 而且也不许他们建筑新教堂 或是在严禁转换信仰的东正教信徒中间实行改宗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 波别多诺斯采夫努力致力于确保分裂教派教徒和教派教徒的权力有严格区分 有时他还发动新一轮的镇压措施 有一个教派的权力被剥夺了 这就是史敦达教派 这是一个类似于洗礼派的运动 是19世纪末期在俄国南方发展很快的一个教派 虽然史敦达派在1883年和许多其他的教派一样取得了同样的权力 但是到1894年 波别多诺斯采夫警告说 此派影响力迅速扩展 因而劝说政府宣布他们为特别危险的派别 因而他们失去了包括集会祈祷的权力 几年之后 对多数成员都宣扬非暴力的杜克波尔派运动的镇压达到了如此的地步 以至于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也开始为他们在俄罗斯帝国境外寻找家园而斗争 到1900年 数千名杜克波尔教派的教徒被允许移居加拿大 20世纪初 政治鼓动的加剧成为一个显著的标志 1905年 革命迫使政府颁布几项法令 许诺给宗教以容忍和尊重 1905年的4月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 人们强烈要求解除对旧教派的限制 旧教派当中分裂教徒人数远多于教派教徒 科蒂斯估计到1897年 帝国的旧教信徒超过了1700万 同意向1905年的法令允许东正教信徒合法皈依其他的基督教信仰 在特殊情况下 甚至可以皈依特定的非基督教的其他宗教 在此后的两年中 利用这一新的优势权力的人超过了30万 为了实现宗教大宽容 斯托雷平的政府在1906年年末和1907年年初准备了一达多的文件 但是由于对革命的恐惧和东正教会领袖的反对派势力 以及保守派声音在如国务委员会这样的论坛的暂时消解 这样文件并未成为立法 在战前的最后一个十年里 对于来自非东正教信仰挑战越来越严重的恐惧 只不过是东正教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之一 社会越来越城市化和现代化 给不知道如何适应新生活方式的体制带来了压力 教会人士抱怨人们对宗教不再虔诚 无论城镇和乡村 农民原先从乡下到城里 随后却又常常反向流动 所以很难防止城市不对乡村生活发生影响 另一种挑战来自于许多知识分子 他们割断与无神论的联系 而采取一种更具有宗教意味的 往往是非传统的东正教的观点 文学和其他艺术中 在各种协会和杂志当中 对于精神的一种新的兴趣随处可见 虽然个别杰出的知识分子 比方说 谢尔盖布尔加科夫 最终成为东正教的神父 但战前十年里的宗教思想五花八门 很难被规范在东正教主流范畴之内 促进全世界基督教大团结的 弗拉基米尔索罗维也夫的宗教思想 常常和波别多诺斯采夫唱反调 往往对怀抱新的精神兴趣的知识分子 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知识分子里的许多人 同样也受到了托尔斯泰和德国的弗里德里西尼采思想的影响 这两个人都是传统基督教的批判者